同学们,一加一等于学,不知道,真是太笨了 老师,我来了,凯莉,你竟然迟到,去门口罚站 哎,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,这个还用学 哇塞,凯莉是个天才,快跟我去见校长 王后校长,我们学校出现了一个天才,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什么,这有什么惊讶的,我还知道二加二等于四,三加三等于六 哇,真的是天才,我要给你天才奖杯和奖状 不行,我才是真正的天才,奖状应该是我的 那你们两个比一下,谁更厉害吧 提问,西瓜和苹果,杂头哪个杠头 当然是西瓜了,为什么 因为西瓜比较大,肯定西瓜杂头更痛呀 白雪,你说错了,当然是头杠头了 啊,为什么,两个水果都杂在头上,当然是头杠头了 凯莉回答正确,恭喜凯莉获得小天才奖状 哼,我不服,我要再比一次,没问题 请问十只蜡烛吹灭了三只,还有几只 我知道还有七只蜡烛 白雪,你又错了 老师说的是吹灭三只蜡烛,还有几只蜡烛 可不是说还有几只蜡烛亮着 当然是还有十只蜡烛了 老师,你说我和凯莉谁的答案是正确的 嗯,我还是来问问聪明的小朋友们吧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,你们说是凯莉说的正确 还是白雪说的正确呢 是凯莉的就发送11,是白雪的就发送22 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